事实上在基隆北宁路这一带呢 过去也曾经发生土石杂落事件 而这一回坍塌的事发之处 之所以没有安装监测系统 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定期的观测 属于稳定路段 但是就有议员指出说 其实路段呢 去年也发生落实掉落情形 当时有请公路总局来做会刊 最后决定加强边坡的防护 但是疑似因为经费问题 没有完全做好 而这一回呢 发生的落实地点 就没有失作互网 澎湃机记录崩落现场 触目惊心 大面积土石裸露 巨型石块散落在山壁及道路上 三号沙屋基隆朝近公园 入口旁大片土石摊坊 只是相同路段 十一年前就曾有巨石掉落 轿车险被砸中 这回又发生大规模山崩 专家研判和连日降雨有关 那么在石头的内部里面 有一些裂痕啊 就是我们一般专业叫做结理 所以这样最近那个下雨 所以那个水会增加 在结理里面会有润滑的作用 所以会有山崩的现象 布什山崩让当地居民及用路人 提心吊弹 相关监测配套足够吗 目前在台62线有三处边坡监测 台2线有一处边坡监测 这回的事发处却没有安装 是因为每个月的观测 都属于稳定路段 那其实地震之后有多次的每日的巡检 并没有发生相关的小湖的动态的问题 相关的石增也都良好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 怎么样加强监控 后续我们会请公路总局 来做相关的方案的研究 但在去年六月朝景公园入口处边坡 就曾发生土石滑落 当时区公所和公路局决定施作护栏维护 但疑似因为经费问题 为往只做好一段 这次落实崩塌地点 碰巧没做到 所以在去年也花了1500万 来做整个边坡的一个安全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本陵路这个区域 本来就是一落石区 应该进行的是长期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状态 崩塌意外并非首度发生 如何加强监测做好边坡稳固防范 成为重中之重 借着做不到